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老婆婆 她呢不停的在庙的门前呢在哭 人家呢看她她白天哭 这个雨天下雨天也哭 很多人都叫她的哭婆 有一个老和尚呢看见她整天在庙门口哭呢 就去问她老婆婆啊 你为什么总是不停的哭泣呀 这个婆婆说了 我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卖伞 二女儿卖布鞋 天晴的时候呢 大女儿的雨伞卖不出去 下雨的时候呢 又没有人去买我小女儿的布鞋 他们挣不到钱 做人怎么这么难呢 老和尚说了 老婆婆啊 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反过来想呢 大晴天的时候 你小女儿的鞋垫门口 蒙禽落势 下雨天的时候 街上的人拼命的冲进你的小女儿的伞铺里去买伞啊 这样你不就是不难过了吗 老婆婆听后 嗯 很有道理 从此就不哭了 所以我们做人换一种心情 看见希望 学博人 懂得事事无常 心存正能量 把人和好的事情尽量往好的地方去想 人一看见别人 先要看见别人的优点 不要看见人就想到别人的缺点 台长告诉你们 在人间异性相惜 同性相斥 所以男的看到女的 或者女的看见男的 总是先看他 嗯 这个人很好的 他很好 看他优点 不看他缺点的 如果两个女的在一起 一看见 哎呦 化妆化的那个样 所以要学会 人不要活在 渺小的 个人想象的思维空间当中 因为你把人家想的不好 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他不好 如果你今天 把他想的很好 你慢慢的 心里就觉得他是个好人 你的正能量就能够吸收他的这个正能量 所以我们人不要经常后悔 放不下自己 有智慧的人不会对财富有要求 满足了 够了 我就可以了 而很多人不停的要 不停的需求 他就永远活在不停的痛苦当中 所以在生活当中被别人诽谤 被别人误解 误蔑 要学会自己解脱 我昨天讲了 当你自己不去接受他 诽谤的礼物的时候 这个礼物还是还给他 所以别人骂你 你笑嘻嘻的 别人会生气 你看这种人 我骂他 他还笑得出来 越来越生气 所以 有一个人 他这个人非常善良 他帮助人家痴呆的儿童 把家里的很多钱都用了 太太呢 看见他整天帮助别人 跟他离婚了 很多人不理解他 骂他 他就一笑自知 有一天 他收到一封信 信上 只写了两个字 白痴 骂他的 他非常幽默的对朋友说 一般人啊 写完信 忘了签名 但是呢 我今天收到一封信 只有签名 却忘了写信的内容 心中要自己取得平衡 才能消业障 我们要意念的平衡 才能消除心中的烦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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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